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2018年12月10号 这个文贵直播报平安 今天是报平安 刚刚我要直播之前刚锻炼完 就在我们船的旁边 这个一个警船过来 然后从那个水下面就捞上了一个尸体 一个这个白人的尸体 然后呢现在这个船前面正在尸体往下卸了 正在往下搬呢 然后警察在处理 我天呐 这是人呐 这是人的命多脆弱啊 多脆弱 这个哪来的也不知道啊 这白人尸体警察刚才说是从上边下来的 然后呢是旁边另外一个船被发现了 报了警啊 你看这就是 这就是人命啊 这就是人命 这就是人生 这个 昨天晚上是最近两个月以来 这个我睡的最好的一次 这个昨天直播完以后啊 这个好像完成了一个重大任务一样 睡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这个 然后呢因为我我看大家的留言呢 给我很多信息都是关于昨天直播的 直播的主要的大家呢就是糾正我一些口误啊 还有对我昨天直播的夸奖 总体来讲 昨天的直播啊 据国内的某些朋友和咱们战友的反应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啊 有史以来最好的 特别是啊 特别是 这个党内 党内反应是最好的 对不起我把手机放上 党内反应是最好的啊 国内的朋友 体制内的朋友和战友啊 都说是最好的啊 而且很多人认为这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那么有些人呢也给我这个 纠正一些口误 比如说我说社科院的时候是不对的啊 是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啊 是王恩戈先生啊 张首胜先生啊 还有他从事的这个中科院的这个职务啊 应该是中国科学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说这个他做的是A6 因为在北京啊我们都这个说顺嘴了 从来也不纠正 中国这个有北京啊只有中国北京有所谓的常委牌啊 还有加密牌啊 还有这个所谓的密警牌 还有国安牌啊警备牌很多 但是呢常委用的是京AG6 叫京AG6啊 叫AG6 我们简称叫京A6 京A6就是常委的待遇啊 原来全是奥迪很少有奔驰的 邓家江家用了有奔驰啊 京A8是部级和中央委员的牌子 京A8 那么后来又发展出来这个 京A8 那咱都不说了 所以纠正叫京AG6常委的牌子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 量子量子科学和量子技术和5G通信技术之间的差距 大家说量子现在电脑量子技术啊还没那么发展 5G很快就会形成 这里边有很大差别技术上的理解吧 这不重要亲爱的战友们 中国在过去啊 连这个连锅都造不出来的时候 连到现在高压锅都造不出来的时候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当时的共产党就造出了这个核弹 清弹 那个时候全是人类上没人相信 说CCP能造出来这个这个 两弹一星出来 那不也造出来了吗 量子电脑的这个科技和技术啊 不是说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 这个CCP特别是以江泽民先生啊 江编恒先生所投入的国力啊 财力那人力是常人说科学家无法想象的 这又纠正一个这个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是不是都是坏人 是不是都是间谍 肯定不是啊 大多数还是好人的 千人计划绝大多数回国 是带着什么回去的 爱国 被以爱国的名声 甚至是放弃了西方最好的生活 最优越的生活 回到了国内 为国效力 大家被骗了 你效力的不是你爱的想效力那个国 是盗国贼的国 完全两回事 所以说这个不等于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绝对超过两万人 绝对超过两万人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包含了很多被欺骗的好人 不等于选择坏人 当张首胜先生 绝对是共产党员 绝对是个创始人 王恩哥绝对是个创始人 还有现在活着几位所谓高龄的教授 绝对是创始人 为什么这有文件 这都是有文件的 这都是共产党的系统内 都是有保密的条规和文件 某一天会出来 某一天会出来 另外一个要再纠正的事情 就是说 昨天大家在听到这个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都以为 说那张首胜先生 张首胜先生 他现在的死到底是他杀是自杀 对不起 文贵高度怀疑绝对不会自杀 到底是怎么杀 咱下一步 我相信啊 很快在美国的事会出来 据我所了解 某些部门已经开始立案调查 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要纠正的事情 也是昨天在直播当中 这个量震 这个新词出来了 这个量震 王恩哥的量震的问题和北大的余力 这个量震这个事实 那个声音啊 就像眼睛蛇似的 眼睛蛇交配出来的声音 挺吓人的 但是呢 说实在话 那个里边有很多细节 在这个公共场合不便讲 但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 昨天这里边给忘掉的 大家要好好看看 王恩哥先生到2015年2月份 免去北大校长的职务 和2015年1月10号 抓捕我的家人和员工 和马建副部长被抓 和李友被抓相差15天到20天 为什么 因为李友被抓了 余力被扎了 魏丰被抓了 那这个整个王恩哥的事情也就暴露出来了 李友余力也把他全交代了 全交代完以后 贪的钱 拿走的钱 包括搞的女学生 搞的人 给李友给官员 诉讼的女学生事情 当然暴露 当然暴露 由于他是一个高级间谍 由于他掌握了各种信息 由于他是江家的第三个孩子 他有四个孩子江家 一个是王恩哥 一个是潘岳 潘岳是原来 玩了四个常委的女儿的潘岳 这个最帅的公子 叫潘岳 他有四个孩子 所以江家一定会保他 那孟建柱那肯定会保他 这整个这个盗国贼的势力一定保他 所以就把他移走了到中国科学院去 然后人家平安朝地 那么这个案子就移到了王恩哥的 这个生存过的地方 大连 到了大连 就归刘乐国 他的小兄弟管了 还有李峰 他们来管了 那么刘乐国 大家知道 头段时间都被抓了 后来没有消息了 前天的时候老领导 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 他通电话不到两分钟 我就知道他来忽悠过来了 为什么呢 这位老领导你听了啊 你咋说的 你原话说 文贵这个你要对党还有信心吗 党内有很多坏人 但还是有好人的 有很多人不按法办事 但有些事还是依法办理的 还是可以依法纠正的 例如 你非常痛恨的刘乐国 前大连副市长 调查北大案子当中 确实 你在直播中说腐败了 我们把他抓了 抓了他了 把他这个这个 相关的警察也抓了 是不是 我刘乐国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处理 不公平 我们可以派人跟你沟通嘛 你可以再继续提供证据事实 我们可以严肃处理刘乐国 这个 你能看出来 这个我们党还是依法办事的 还是依法纠正的 他说完这我就不吱声了 然后他说差不多 我说老领导 我说不该说的话 我说您这那么大岁数了 我说您都不该听 我说我刚刚的接个电话 这人打电话说 能不能文贵不直播了 直播能不能不提江家 我说你脑子来月经了吧 我说你脑子来月经了吧 你跟我说这话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就不直播了 我凭什么不直播了 为什么这么说老领导 我告诉你 我说刘乐国已经放出去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刘乐国在办北大案子的时候 就是孟建柱王恩歌 跟刘洪等人 以及所有的大连和辽宁的政法委的勾结 王恩歌的实力 李友当时交代了大概十几个亿 不到二十个亿 最后在案子开庭前 李友的案子开庭前 整个大连那个法庭全部戒备申言 临时改了所有的卷重 把当时上海这个银行的行长 叶宜飞 在2012年 王岐山都答应 他要当人民银行副行长 这个人就是给我们盘古 所谓的北大担保贷款 四十五亿那个叶宜飞 也给余力有一腿 多次带着小女孩 都十三四岁的女孩 到盘古吃饭的 这个人李友承认了交代了给他行贿 交代了给他送女孩 全部勾掉 这个李友交代了和江绵恒见面 谈了什么什么事 包括给这个海外 以北大这个证券北大集团 在香港买了王仁哥的一个专利权 1.6亿 全部都交代出来 包括给王仁哥的孩子在国外 他花费了大概几千万人民币 全部都交代出来 包括这个李友给这个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里面 家里面这代持的股权 价值当时的股票方证已经是十几块钱了 那个时候最起码几百个亿 全部被这个刘乐国指定专案组全部删掉 大概涉及到两百多人 就只要承认了李友三千万 三千万 这三千万给谁了呢 这三千万是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个刘乐国就把这个案子给李友当庭这些人余力 还有这些天天在那边染痣下的情人 全部释放 当庭释放 这就是李友案和我们不同 后来刘乐国事情被我从视频说出来 有很多人检举揭发 因为什么 李友和余力被放出来以后 刘乐国是穷追呀 天天要点玉呀 要点脆呀 经常让他弄他抱李友的弟弟呀 然后包括也经常让胡舒立来给他谈谈话呀 他们受不了了 别人又把刘乐国给举包了 刘乐国被抓以后 刘乐国承认了事实 接受了李友十几个亿把案件给改了 但最后 王恩哥江家又出面孟建柱 把刘乐国的十几个亿的受贿 又改成了三千万 把钱给退回 把钱给退回 刘乐国的案子现在就悄无声息等于回家了 所以这位这么高层老领导 他就这么狗眼看人低的来看我郭文贵 给我说啥 文贵刘乐国的案子可以纠偏 可以严处 但是老领导没有说让我昨天不直播 另外一个不激的哥们 这个不激的哥们打电话 说能不能不直播呀文贵 咱们什么不好商量 什么不好弄 咱不要做这个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情 谁是亲呢 谁是仇啊 所以我说的 我说你脑子来月经了吧 你脑子来立架了 你给我说这话我怎么拼啥不直播 谁是亲谁是仇啊 你别老拿你共产党代表我们 什么一切的什么爹亲娘亲 不如你党亲 你别给我扯那个 那么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呢 昨天的直播他们有感觉到 甚至他们在亥克国手机当中 还有我的E-mail啊通信啊监听当中 发现了某些事情 知道昨天爆的是猛料 是石料 他们是恐惧的 否则这两个人很难出现 这位部长级的干部 是江家深信任的人 我相信他打了电话 不是组织让他打的 是江家私下让他打的 或者孟建柱让他打的 那么这个昨天这个 我没有讲到这一块 我没有讲到这一块 这个是忘掉的 另外一个 我给大家要纠正的事情 昨天啊 讲到了很多人 可能涉及到了 有些人说这个科学家 文贤先生 文小刚 这个人特别好 这个兢兢业业 干了很多事情 亲爱的战友们 我再说一遍 你们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观点 我所说的话 我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有我的信息渠道 我告诉所有的战友们 被抓起来的贪官 很多大贪官 平常都是最老实 最善良的 最勤勤恳恳的 这样人 女人私生子是最多的 我再告诉你 共产党的卑鄙 和它的这个可耻和危险处 就是隐蔽性强 我跟美国和欧洲的好多朋友 刚刚我在锻炼期间 有人在欧洲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在开会当中 我们说如何认识共产党 都要看郭文贵视频 他说你曾经跟我说过 共产党最危险的是什么 蓝金黄 他说我现在都在研究 我说我告诉你 共产党最危险的 就是它隐蔽性强 伪装性强 啊这个旁边 赶快把翻译找出来 我说这英文也搞不明白 这哥们还讲法文 你说更整不明白 整半天再整明白 为什么战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我和共产党打那么多年交道 我告诉你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个受人民爱戴的共产党员 三多 女人多 女人多能让老婆和孩子知道吗 所以说他一定要会包装会伪装 第二钱多 钱多能让所有人知道吗 那告诉所有人吗 不可能 第三个 所有干坏人或杀人 和干的将人事最多 我们要说这个人动用的手段多 钱多女人多干的坏事多 这种人 这种人都是主席台上的人 都是领导 这些人最欺骗 第一个要欺骗就是老婆 或者老公 欺骗的最重要就是儿女 兄弟 这全是这号的 所以说 谁要跟我说 文贵呀你不了解谁 那你是说话 真是你说错了 我跟共产党员打交道那么多年 越是这种人你越不知道 朋友就更甭提了 就更甭提了 所以说 回复大家的这个 郭文贵这说的话负责任 最终你们生活中的朋友 和你们生活中认识的人 那是你们的观点 我只用事实说话 比如说张首胜先生 我已经说了 你是共产党员 你是专业特务 你是个千人计划的创始人 如果不输来法院见 美国的法院非常好 不管谁告你 你都有权利告回去 让对方提供证据 然后对方不提供证据 他就输了 对方提供完证据 如果你说不清楚 你输了 所以双方是平衡的 双方是平衡的 所以美国法院 是给我们一切可以真相 谁说的话要负责任的 所以说 昨天我讲的事情 我一再说 强调的 任何人我讲到的 不服美国法院见 总能拿出结果出来的 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谁想说情 没有可能 这里没有什么腐败 你可能有时候不舒服 但是它就是公平的 这就是美国的伟大 最后一个战友们 这个我想给大家说的 潘多拉盒子 是不是打开 我昨天发文了 没有打开 鉴定潘多拉盒子打开 大家记住不管什么方式 什么人 你可能在哪 某个人 什么人都有 你只要是听到了 有江泽民先生 朱镕基先生 曾庆红先生 孟建柱先生 包含那小小兔崽子 孙力军 那小毛孩子 这些人 原生 还有视频 出现的时候 怎么来设计这个十八大 十九大 还有令谷之死 怎么下手 怎么处理 怎么胡锦涛外访 怎么办 什么时候拿掉李延潮 什么时候拿到令计划 这一系列的特别关键人物 江绵恒 孟建柱 还有江家身边的两大干将 我现在都不说名字 你们都 也不用猜 看到 和听到的视频 你确认是他的时候 以及你听到是事实的时候 我告诉你 所有的战友们 你们会发现 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 很疯狂 CCP很危险 非常危险 你们过去所有看到的新闻 和传说中的事情 跟你们所听到 我看到的可能是截然相反 截然相反 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 什么叫南普多计划 什么叫盗国贼计划 什么叫蓝金黄 什么叫3F美国 那个时候 你们才能真正的搞明白 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 可能不是文贵直播 也可能是什么人直播 只要出现这个时候 你就确定文贵把潘多拉盒子打开了 两年前 我见刘延平的时候 那刘延平有多横啊 他多横啊 刘延平啊 孩子孙女君多牛啊 他去找了一个国家领导人 代表我说要说何 在他北京办公室见面的时候 背着后面 我后面桌子上就是郭文贵的通缉令 红通 我不想签 我要签不是一分钟吗 就让他消失了吗 孟建柱 你现在都回家了 说你控制着黑暗的权力 你让我消失了吗 你有本事跟我刚才那个尸体 把我给 把我给扔到河里边去 你有了尿性吗 你有本事就放碗过来 孙女君在香港几次吃饭说 下周郭文贵就回来了 下周回来了 香港的朋友告诉我说 我听孙立军当面跟我说不下四次 为此孙立军孟建柱将讲 让香港即将退役的警长 警长晚退迟一年 为什么 他过去全力以赴的听话 干郭文贵的房子 干郭文贵的资产 干绑架郭文贵的合伙人 绑架郭文贵的员工 然后我现在说这给他一年 把郭文贵的事处理完 你看看这个香港和国家 到了什么程度 亲爱的战友们 所有的咱们绝大多数人看到 不管是反共的还是什么的 你看到了很多信息 都是绝大多数被操作的 包括重庆的薄熙来先生 这薄熙来先生的背后的故事 你当听到这视频和录音的时候 我给你保证包括他儿子的波呱呱 包括他所有的家人都会震撼 那是一盘棋 这一盘棋里边儿 整个国家它是另外一个 运作的体制和权力 什么都存在 想干啥干啥 想灭啥灭啥 最后有战友问我 江家为什么这么干 他搞这个量子电脑啊 他搞这些东西啊 千人计划啊 几万人啊 间谍啊 上海科技大学 仅仅是为了钱吗 是不是为了国家强大 人民走向民主自由 我告诉大家 我很早就报不了 我就说过 但凡你和江家和朱家 曾家和这个孟家接触的 我告诉你 千万你们要相信文贵说的话 在他们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国家的概念 因为老百姓太善良 天受他们宣传 真正的一个爱国的人 是不会把国家的事放在脑子里边的 真正的一个人 经历过一生搞政治斗争的人 他脑子没有国家的概念 国家是被他所利用的 只有我们老百姓才有国家的概念 他只有一个家 就是他的家 和他家里边的利益 和他家里的安全 和他家里的财富 所有这人折腾 就三目的 我一再说的是 保佑他们家里边的子子孙孙 在国内外安全 量子电脑 千人计划 间谍网 那就是布在全世界的网 就是他的力量 叫沉默的力量 保证全家安全 第二 尽可能地保证他家 能控制住中国所有的政府的人 和绝对性的权利 但是保证安全 同时也是享受着政治财富 和政治一切利益的根本条件 这都是维这服务的 第三个 当然要保护他的钱了 他的钱保护他这些私生子女了 所以说 战友们 你们千万别相信 什么千人计划 几万人让你回去爱国去了 中国强大 亲爱的战友们 一个国家当他没有法律的时候 他还叫国家吗 起码我说过N边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权力被私有化的时候 财富被公有化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国家 他叫流氓集团 说黑社会都不配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 中国人谁说了算呢 就那几个人说了算 你叫国家吗 国家得有国 国是大家的国 那你几个人说了算 那怎么是我们的国呢 那家 几个人说了算 那不就几个人的家了吗 那不叫国家 所以中国的国家叫私家 不叫国家 所以国家的权力 叫私家权力 你所有孝敬的 你付出的 就是私家权力 现在就是以上海 整个部下天罗地网 基本上上海帮 排除了整个东北人 和北方人 和黄域 基本排除 主要以江泽一带 政治经济文化为主 所以他们有多么的丑陋 族类对立 民族对立 地区对立 文化对立 一切对立 最后成了他们私家 中国没有国家 只有私家 私家的代表权力就是江家 我告诉大家 记住 如果江志成 尖兵恒全家 包括他家其他的 江兵康 还有他的孙孙敬 在美国不被抓 你们记住 郭文贵就像刚才那个尸体一样 跳在河里面去 记住我说的话 好不然什么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已经过了时间了 祈愿 二米 多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